我是艾德美的专业导购员伊昌明 在这个大陆精品时间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嘛 秋风逐渐的变凉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 一些比较温暖的产品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艾德美三款温热家电产品 在开始之前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最近刚生完孩子不久嘛 所以我对健康这个关键词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那些最基础的健康疗法 像是温热疗法呀 温暖自己的身体呀 什么促进血液循环的这些产品 我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说我最近关注的是什么产品呢 就是远红外线性产品 因为远红外线呢 可容易被人体吸收 这个吸收的红外线呢 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 并且激活人的细胞 促进细胞的再生 促进人的新陈代谢 对身体非常好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 大家也知道 它还能够消除各种引起疾病的细菌 还有缓解肌肉的疲劳 缓解人心的一种疼痛 所以说大家如果应该接受远红外线的照射的话 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产品 那就是非常温暖的 就是说 爱多美陶瓷智能加热电 这个产品呢 其实在名字中已经有显示 我们看一下它都有什么特征吧 好不好 第一个 那这个加热电呢 它最基本的是什么 那就是 它的发热源 热源 我们在这个电热电子上用了一个全部都使用的一种那个陶瓷球的导热装置 就是说把那个黄土压缩成小球 然后做成那个打上陶瓷的涂层 它的远红外线的发射率为百分之九十二点六 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非常惊人 对不对 所以说刚才也说过远红外线的人体非常好 大家不用我说 大家也很清楚 这个陶瓷球我们用的这个天然的黄土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材料 就非常好的透气性跟那个使用上的耐久性 所以大家应该第一个记住的就是什么 它这个远红外线发射率是百分之九十二点六 好高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还有 还有它的那个导热性 导热性 因为现在的那个汤瓷做的非常好 现在消费者非常的精细 他会讲究每一个产品的细节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特富人无磁硅胶导热性 有人说这是什么呀 它是经过三万次以上弯曲实验的一种导热性 就非常强的耐用性持久性与安全性 它对那种什么电磁波呀或者那个磁场啊 都有个 大家这个千万没有这方面担心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切暖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11个月才11个月大的婴儿 我就经常放在这个电子上让它来取暖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些辐射的 而且它会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所以这个产品呢 还通过了六大有害物质标准的一个测试 而且完成了那个什么除臭率啊 还有那种抗菌性的一个测试 而且通过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有害气质那个东的那个检测的测试 它在那个东气体方面是个绝对安全的 这个电子的那个结构呢 不仅是两次 不是这种两三层 而是它有那个七层的那个复合的结构 而且非常的温暖 其实我即使介绍到这里 大家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电热电非常好 非常高级 对不对 现在还有说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 它就一个智能 智能功能 这是得到一个专利的那个智能 功能 就是人体检测 自动检测 就是说 它能通过自动检测人体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 比方说 你不用自动切断电源 你离开你的房间 当你经过三十分钟之后 它的温度会 房间温度下降十度之后 那么再过六十分钟之后 它就会自动切断电源 就是这么一个智能的功能 所以说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 忘记关电源 拔掉电源 我们就出门 对不对 然后出门 然后想起来 我忘记关掉电源 然后再回家关电源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不对 我们用了这款智能电热毯之后 就不需要这样的担心 它就会自动切断电源 非常的安全 它自动关掉电源 对不对 等你再回到家之后 再次坐到这个电子上 它就会自动感知到你 然后等温度上升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回到 那个原先的温度设定上 然后进行加热 是一个智能的产品 好 现在说第三大特征 因为它是一个加热的电热毯 它就必须 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重要 它里面有安装了多重安全装置系统 首先它有那个过流保护 熔断器的保护 还有基于人体检测的过热的预防 还有过流电的保护电路等等 一共有11大安全装置被设置进去 所以一旦出现那个温度过高 或者是温度传感器断开 或者电路的短路等故障时 它马上就会报警 所以在产品上面 它们的安全性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设计 外观设计 非常具有那个现代的 那个 现代的风格 首先那个白色的摇 那个控制 那个电控器 还有个 非常的 怎么说 那个稳定感的灰色 还有人字型图案 非常的整洁 显得非常的精致 然后还有那个单人 双人尺寸 如果双人电热电的话 它分成左右两片 可以单独的加热 好 我们现在说的是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那个磁陶智能电 加热电 对不对 而且听说 今年的冬天 非常的寒冷 会有寒流 强烈的来袭 但这个产品 是一个加厚型的 那个电子 如果你把它放在 那个客厅当作地毯 或者电视毯来使用的话 那么你 坐在上面 躺在上面 就像那个 你坐在冬天的热炕头上一样 非常的冷 如果你喜欢用硬床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硬床来使用 你用这个 就完全不用担心 今年冬天 来袭的 强烈的寒流了 好 介绍第二个产品 那就是 爱豆美 陶瓷汗蒸 迷你电热电 那么这个产品呢 就像我之前 那个介绍那个产品 它同样 仍然 含有 远红外发射率 为92.6%的陶瓷球 它是用哪些人群 他就说 我希望对于我的身体的局部 我就希望对于哪个部位 进行一个密集加热热敷的人 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迷你 汗蒸热电了 它可以用于我们的腹部 腰部 肩部 肩部 腿部 各个部位 哪里不舒服 就用它来 蒸哪里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 也好 像我刚生完孩子 像我生完一个孩子 或者是 我也经常用它来 那个 做汗蒸 比方说 比如说 下雨天的时候 阴天的时候 或者说女性 每个月都有一次 重魔法 那几天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就可以用它 非常的舒服 尤其我妈妈 今天已经60多岁了 她来看 那个孙子孙女 我每次都用这个 迷你电视电来做汗蒸 那个热敷 觉得非常的好 她说 这个热敷起来好舒服 我们的产品呢 他刚才所使 刚才 大家看的刚才一样 他用都是那种 那个陶瓷球 都是用的那种 特佛伦 无磁硅胶 加热 导热性 的这种陶瓷球 它又有出色的 那个优秀的透气性 还有使用上的耐久性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使用 不用担心任何的 有害物质 电磁波 或者辐射的东西 根本 它就没有 所以 不含有这些 有害的物质 它也 有11项安全的认证 而且它 对于在安全方面 它里面有一种 九重安全装置的系统 像那个故障报警 或者是过热报警 或者自动定时断电 都有这些功能 而且它那个外壳呢 它是可以拆下来的 您可以把它拿下来 单独清洗 清洗以后再装上它 而且它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 它的那个热敷汗蒸温度 可以设定为最高65度 比如说你喜欢热敷汗蒸的话 请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产品 各位 现在中秋节已经很快就要来了 那么 你给别人送礼的时候 如果选用这个 陶瓷汗蒸 迷你热敷电热电的话 我相信对方会很喜欢的 好 现在说第三款产品 那就是 Adomi超薄电热电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非常的轻巧灵活 薄 很薄 是一个非常灵活 那个轻巧的产品 你把它放上去 它用非常柔软蓬松的那种感觉 非常软 非常蓬松 当你躺在上面的时候 就好像 躺在一个非常天鹅融的床垫上 那种感觉 摸上去很软 你一摸就觉得好惊讶 我这么一摸手 觉得啊 这什么材料 这么好 好像很软 很软 很软 很蓬松 好像你摸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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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卡斯特拉那种松面包 蛋糕面包那种感觉 因为它这种 材料跟皮肤直接接触嘛 它是用一种特殊 硬压压花 那个超细纤维物来织成的 而且它用一种 那个缓震性非常良好 那个聚氨之海绵 放在里面 所以说 它那个热量呢 从头到脚 已经能够非常均匀地 可以以那个传递 传出温度 温度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冬天 你用它会很快地 就觉得那个很 很很很 很暖和 而且 而且这里也很安全 它用呢 采用了一种 那个无磁性 那个切断那个电磁波 和磁场的无磁性导热热线 而且在热线里面 添加那种铝性的 铝制的那个屏蔽层 提高了使用上的那种耐久性 所以它还配备了十重安全的装置 所以我们全家人 男女老师都可以很安全地来使用它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 它可以单独地来清洗 可能会有人觉得很惊讶 你们这不是电子产品吗 怎么还能够放到洗衣机里清洗 大家会很好奇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可清洗的 大家用的时候就可以有出汗 或者有气味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取下那个供电的那个控制 那个部位 端口就可以把这个电子部分放进水里清洗 因为它是用了压印的那个加工方式 进行一种压印的贴合 还有它里面有那个防水那个端子部分 所以说可以水洗 但是大家请注意 最多只能洗五次 只能洗五次 而且这个电热毯呢 也分单人型和双人型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想喜欢的尺寸进行选择 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了三款 三孔各不相处 大家都没那个温热家电的产品 不知道你相信各位哪有种已经浮现了 我自己我应该是个产品 我要去买这种产品 那么希望大家 使用这个温暖安全便捷的这个冬季 秋冬季的家电来健康舒适的这个 度过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天吧 今天我介绍这三款产品 从9月13号星期一晚上8点开始上架 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秀中 相见吧 好 我是艾德美的专业导购员 伊桑米 下一个产品 是艾德美家电部的职员 来为大家做介绍 好 谢谢大家的新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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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